内政部长徐庆忠 在临着这个国土综合开发计划考察团 包括有经合会 交通部 农复会等单位的人员 一共七个人 考察团毕竟在日本停留两个星期的时间 他们除了考察国土综合开发的计划以外 并且正面考察日本的建筑管理 中式计划和国民住宅等项目 以作为经合会 沿民中华民国台湾部区 综合开发计划的关考 这项计划一定今年全体完成初步计划 今年年纪迟行新银继续计划